很高兴啊 今天我们的 我们第一届的主持人 小燕姐 小燕姐 你好 小燕姐 你好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小燕姐 你这一来的感觉 我们这一面好像不是节目要停 又是节目要开始 哎 都是你 我跟你说真的 这个连环炮 七年 七年平常也是很长的时间了 对对对 你在华石一共也不过十四年嘛 哎 你管我 你管我 一半的生命都陷在连环炮了 所以我们的连环炮 我们马上先接手啊 就第一个一定要请您来 对 因为全人纵数 后人沉默 我们要慎终追远 变祖宗了 不过 说真的小燕姐 这个连环炮我们都知道 在国内 尤其你开始主持之后 一直很受欢迎的一个节目 对对对 希望不要在你这手上结束 应该 我有这毛病 如果说真的 这个历经了很多主持 是不是大概跟观众朋友介绍 到底哪些主持 哎呀 这是 可以说是 国内这个有名的主持人 都来主持过这些 也有没有名的 后来主持以后就变有名了 大概有几位 也有的 主持以后就没有名了 你不要老看你们手指 没有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 我看看 哇 真的蛮多的 夏玲玲啊 对不对 还有芳芳啊 对对对 胡瓜 胡瓜 对对对 曹启泰 白冰冰 还有 有陶大卫 蔡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虽然不是最正式 但是我也主持过一小段 哦 平安 许秀任的《梁花炮》 也是在《梁花炮》 起 发迹的嘛 对对对 发迹有好多人啊 看得不到我的足迹 看得不到我的足迹 小郭啦 小郭 说真的 听了这么多这个主持人来 我感觉这个 《梁花炮》真的相当不错 推陈初心 一代的主持比一代好 啊 不好意思 吓我一条 我为你要讲一代不如一代啊 青出一来胜一来 对 那我们之前后生晚辈也很 也不 不过我觉得这个这个 你还是最幸福的 怎么说 你来 别人来的时候都没有美女 你来就有美女 哎呀 不过说今天我们主题谈的是 夫妻相处之道啊 其实这个夫妻相处 就跟这个这个艺人 跟电视台的感觉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大家啊 互相忍让一步 就会 过得很快乐 对不对 对不对 余大哥 对对对 像你结婚也蛮久的啊 那你是每次都让人 就是互相忍让一下 真之眼 闭之眼 那他对你吧 是谁忍谁啊 大部分都是他真一只眼闭之眼 哈哈 这个重要啊 这就对了 可是电视台就学不会这个嘛 哈哈 哈哈 他就老叮得很亮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也搞不好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以后的电台主管 希望他们只能设一家电视台 就他们自己那一台 别的都不要看 也没什么感觉 以后我们建议一下 哈哈哈哈 那我们马上给大家介绍了新单元啊 也是谈论夫妻关系的 这个要和乐家庭 这个单元很有趣 叫胡说八道 这现场胡说八道 开期吗 短节来看我们的 胡说八道 我们是你的爱情结晶吗 不要怀疑 当然是 当然是 现在时间不早了 娘子今晚菜色如何 没有了 今天我们要去喝姨妈的喜酒 哦 对 姨妈结婚了 对啊 不过她不是很坚持吗 她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有真正爱情 一个很可靠的男人的话 她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 哎 可是让她等到了 你想想看 照您能她为什么不能呢 哈哈哈哈 人为什么要结婚啊 哎呦 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 女儿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妙 太太你回答她 哎呀 全军接代是人的天职嘛 嗯 像妈妈爸爸 我们的上一代寒心如苦 抚养我们 我们也是很辛苦 带你们长大 对 一代接着一代 一窝接着一窝 什么一窝接着一窝 你老说 哈哈哈哈 你懂妈妈说的意思了吗 嗯 不了 不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啊 他们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 对啊 没有小孩一样可以结婚啊 嗯 再说结了婚之后啊 他也可以随心随地离婚 离了之后他也可以再结 对 那离婚的人呢 就不一样跟原来离婚的老婆或先生结婚 嗯 那这么多人他们离的结结了又离呢 那个结婚又什么意义呢 结婚又什么意义呢 没错了 其实婚姻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哎呀 爸你不要插嘴 我告诉你聚保守估计啊 没有五对夫妻就有一对夫妻会离婚 嗯 而且现在呢冒和神里同床异梦的夫妻啊 可以说多得无法计算 嗯 所以使得我们的社会单亲家庭越来越多 谢您 而且现在呢社会上呢 这是最新流行的趋势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啊 那你们啊就落伍了 训弊了 我训弊了 我训弊了 爸妈 你们别难过了 嗯 这心动啊 不如马上行动 做什么行动 离婚啊 她们离婚说你要爸爸要妈妈 我都不要 我也都不要啊 您在做什么 本没良心的 你说发道 你也搞不清楚 这是什么婚姻观念 你知道吗 中国人有传统的美德 我们常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十年修的同产度 百年修的共整年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宇宙剧起之生命 生活的目的 在争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对 身为一个人类 我们就要有责任性 也要有使命感 这样我们才会有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是啊 我的家庭正好爱 这些美满 这算是歌声不唱也怕 娘子 这碗菜色如何呀 你们都忘了 我们要去喝姨妈的喜酒 对了 差不多了 该走了该走了 快走吧 姨妈 能嫁妇 真是不容易啊 我一定要用摘车 你知道什么样子 啊 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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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替人家死了啦 姨妈 怎么回事啊 那穿到这儿 你一直说 啊 我本来就不想结婚 就是她一直 一直说她爱我 她爱我 我没有跟她结婚 她一定会输 我为了要救她呢 我再结婚跟她结婚 她问我怎么老了 我都还嫁姐姐 她干什么啊 怎么回事到底是 然后后来都说 她一定我不要生小孩 我说我夫妻一定要有一个小孩子 那为了老生小孩就跑了啦 真的 哎哟 哎哟 那现在怎么办呢 哎哟 南部喔 这个房子都卖掉了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啦 辈子无家可归啦 所以喔 可以 你也住嘴啊 你也住嘴啊 好聪明喔 答对啦 蛤 那我用跑的回来喔 哎哟 我一直哭肚子好饿喔 哎 那今晚菜色如何 蛤 滚菜 滚菜 滚菜喔